嗨,我是Leslie,你好嗎? 這集我們將會推出全新的環節,Beyond音樂啟示錄 並不是Beyond的惡評 不如跟大家一起去回顧他們創作專輯的種種日事 種種有什麼啟示是值得我們去學習 36年前,即1986年1月份 有四位大約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做了逐步實現他們的夢想 在Mark 1 Stereo,一名音樂中心 自己自知銀簽出來錄製第一盒的音樂專輯 再看你想劇設帶,他們沒有錄音的經驗 所以花了超過一百個小時才可以完成 雖然銷量一般只是賣出一千盒左右 不過真是贏盡了很多的後悲 全部的歌曲,基本上都沒有考慮過什麼太多的商業元素 差不多每一首歌都是超過一分鐘的吉他 solo 集技術型的Art Rod於一身 這對長髮披肩被外界視之為飛仔的獨立樂隊 當時差不多有九成的唱片公司高層 既不理會也都不會看好 即是不會再看好這一隊的樂隊 但是在這頂 再見你想劇設帶 推出之後大約五年後 他們就是可以容納一萬二千八百 八位觀眾的香港紅磡體育館 即是所謂的紅館 舉辦了多場影響了華語搖滾樂壇心願的音樂會 故事講到這裏 其實這幾位年輕人 就是beyond給我們啟示 其實每一個人總會有夢想的 無論大好細好 在實現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總有人反對 總有人看死 總有人給你白眼 在這些人當中 除了一些廣東話葡萄的人 吃不到葡萄是算的 還有你熟悉的面孔 包括你爸爸媽媽 兄弟姊妹 親戚朋友 甚至是你身邊的伴侶自己 如果你相信他們所謂的專業眼光 又或者是聽他們所謂的善意的商勸 那就是說 你將會白白地把你一直渴望的夢想 斷送給其他人 你願不願意 這就是你所見到的結局嗎? 好熱在芝麻上 我披起黑皮褄 現在沒發抵抗 心中的盲火 最大的聲音 打盲火 最大的聲音 打盲我心底 環漲的閃光 使我呼吸加速 現在就要爆發了 嗯 盡量在這一刻 跑開鑑具 盡量在高聲呼叫 衝出心中障礙 震震的震動 激發我風天 熱汗在你面上 灑到我身邊 現在就要爆炸 嗯 但遠直到永遠 第五走了 稍後í不是很多organ 4月 但不 Pandora 去制裁之後 這邊胡說 不傽 Greens vont抑起 leagu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